哨声响起 盟友和志工一同踩下踏板 骑着协力车 感受户外休闲的乐趣 展翼合唱团旗下车队 举办新手上路活动 不但鼓励盟友走出户外 也教导一般民众 带领盟友骑协力车的技巧 45度或高一点的地方 志工在现场带领盟友触摸坐垫 并搭配口号骑车 另外有的志工还戴上眼罩 体验盟友在透坐骑车的感受 一开始会觉得有点紧张 觉得没有安全感 但是后来会觉得 其实你如果放松 就让前面的人控制 然后是一个信任的感觉的时候 反而可以放松 除了骑协力车 现场还有导盟体验 志工两人一组 导盟者按照时钟方位 描述厕所的摆设 而体验者戴着眼罩 依照指示找到相应位置 感受盟友上厕所的不便 因为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 有看不到一天 所以当你真的戴上眼罩 然后去就是体验看看 就如何生活 从最简单的上厕所开始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展翼合唱团为了鼓励盟友走出户外 成立市场天使协力车队 也呼吁政府和社会 关注市场者在生活上的困难 并给予更多的协助 我真的很希望说 所有的身心障碍不只是市场朋友 在领了身心障碍手册之后 社会资源就能够进来 而不是让我们领了那个手册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手册能做什么 或者是我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然后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求援 透过车队活动 不仅让盲友体验休闲活动 更希望社会大众能主动认识他们 给予市场朋友一个友善的空间 记者邱学词张一杰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